看起来真是密室啊 九哥 差不多了 快过来看看 挖得真深啊 好了 万事俱备 就等那个倒霉的仙博掉进去了 嗯 蒙尚 那我先走了 记得到时候把那个倒霉仙博入瓮的 禁锅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好 走了 你自己设的陷阱 你不留下来看热闹啊 你小声一点 非得这么大声 大家都知道我逃学啊 你去干嘛去 今天下午第一节课 不是夫子要宣布中学竞技赛 最终人选名单吗 我得赶紧回去抄书啊 不然全都白费了 那你快去吧 回到老子原本本讲给你听 说好的 这些不尽一种 我必尽一种 我必尽一种 误喷 不过 我可以 能做那些不尽一话 你不讽认语 台湾 我快 在这什么话 我一定要 hollow 你去 它是为 我宣布 奇怪 今日父子怎么不在疏远 见过三殿下 你找敌军有事啊 三殿下有所不知 前日西方犯敬佛陀大驾 明里是与帝君论经 实则是为了商量妙议冤一事 本以为二位先尊必然要切磋许久 怎料帝君却另有安排 此等关系到天地存亡的大事都能施约 想必是真有什么事 今日我借着取回帝君在凡间运步的机会 想再来探访一番 不知帝君 不在 你来得巧也不巧 还请三殿下解惑 这巧的事 这事跟你我都有干系 不巧的事 帝君短时间内怕回不来 来了来了 先博来了 来了 快快快 来了 来了 来 拐 ax 这是怎么着 这 protesting 拜见大驹君 勉离 习君 请 你 冰块脸 你站住 你居然还敢来 要不是你 老子怎么会在这犯阴谷 被困半年之久 老子要找你报仇雪恨 住口 你这大胆狂子 敢对帝君如此无礼 还不速速退下 退下 帝君请息怒 是老夫管教不严 课后定会严惩于他 请帝君上座 帝君 夫子 今日天气甚好 不如我们在学院外讲学如何 茶水一事 本就取法自然 在白鹿林中教学授授 令我等学子 更能习得天地之妙气 是 是 是 简直是红闹 近日东风凛冽 怎能劳动帝君去外讲学呢 课后 都给我发愁 夫子不必动弄 在外讲学也畏为不可 今日虽有风 但阳光晴好 不如在外设席 教学讲授吧 是 帝君 夫子 外面请 说过多次 我既为你们的老师 以后换我老师即可 是 是 帝君 外面请 请 你不向我道谢吗 道谢 老子凭什么谢你 怎么 难道你不是为了姬衡 留下来的吗 我跟她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 一马归一马 你别混为一谈 住口 你这大胆狂徒 敢对地址如此无敌 夫子 夫子 我怎么办啊 这下 这下 老师 学生这就派人 将父子寻怀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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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你想说什么 谋绍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怎么了 九哥 父子扬言要扒理你的皮 你擅自珍重啊 既然 父子这么生我的气 那我是不是应该快点 把这手冲给他送过去 小燕 你这是 在干吗 小九 你说我是这么划一道好 还是这么划一道好 还是先这样划 然后再这样划好 我觉得你这么划几道的话 应该会显得更阴气点 你也觉得老子这样 根本不阴气对吧 你这是怎么了 要不然老子叙叙胡须呢 你吃错药了 跟你说正经的呢 冰块脸亲口答应我的 不会再干涉我跟鸡横来往 什么冰块脸鸡横的 我问你 为何父子扬言要扒了我的皮 蒙尚没跟你说呀 没有啊 我得罪父子了 老子看你在这儿 一点儿不着急掏命 心里就把你定义为一条英雄好汉了 原来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别跟我废话了 赶紧告诉我 夫子为什么说要扒了我的皮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对你来说应该是 喜忧参半 我这个成语用的对吗 就是你设的那个陷阱 你想框的人没有框进去 倒是你一直在找的夫子 他在发脾气的时候吧 他就是 小燕啊 我真的很欣慰 你终于领悟到姑娘们不同以好 乃是因为你这张脸 长得太过标致 总之就是夫子他 掉进了陷阱 什么 不过他没事 他只用了半个时辰就脱身了 然后他就说要扒了你的皮 那他要扒我的皮 那我就说说我还 给给给他吗 我看 你就是三跪九寇地乘上去 估计他也不会放过你了 那怎么办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都说了 熊哥 冰块脸 你给我站住 我话还没说完呢 逃命要紧 他不是一直盼着冰块脸来啊